2019年以来,华盛顿对我们几乎发起了全方位的挑战。其疯狂程度,一度让外界联想到70年前的美苏冷战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,美方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,即白宫过去40年的对华政策失败了。老祖宗的经验告诉我们,要想击败敌人,首先得了解敌人在想什么。 今天咱们不妨站在美国的角度,谈谈美国失败在哪里。第一个失误,90年代对中日走近的疏忽。冷战解体后,美国决策曾明确了遏制中国的长远目标,但落实到具体层面,又出现了罕见的分歧。因为部分人出现了一种错觉,美国可以通过经济与文化输出对中国进行改造。 必须强调的是,这种错觉并非空穴来风,苏联的轰然倒塌,令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欣喜若狂。一枪未放,便赢得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对抗,使不少欧美人认为资本主义才是人类的未来。 比如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·弗山写了一本《历史终结论》。随着苏联的解体,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兵陷入低谷。 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。 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史已然终结。简而言之,以欧美为蓝本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,是人类未来唯一的发展方向。 在这种空前胜利所导致的自大思潮泛滥下,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撕裂现象,一方面想改造中国,以长期在华攫取经济利益。 一方面又要遏制中国,于是就导演了中国三尺、银河号事件、诈管事件、撞击事件。 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,美国对华政策的撕裂,使很多盟友的立场趋于摇摆。 1991年,日本首相海部郡树访华,成为制裁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集团首脑。 在日本的带动下,意大利总理和英国首相同年访华。 以此为标志,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组建的第一次反华同盟土崩瓦解。 相对于意大利与英国,日本与中国的走近,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。 当时,日本对华态度有三种声音。 第一,日本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,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。 第二,清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,日本理应帮助中国。 第三,军国主义声音,既反华又反美,九十年代那个关口。 老军国主义被美国杀得所剩不多,新军国主义思想尚在嫩牙阶段。 故第三种声音不足为虑,第二种在日本民间有很大的市场,但终究没有在日本政界成型。 而在经历日美经贸冲突后,第一种联中制美的声音,成为日本主流政策。 支持这个政策的群体有点复杂,总体上以日本利益为导向。 比如指挥部在前文提到过的松下性支柱,它的企业在二战期间还从事过军需品的生产。 后来因国家与企业的利益,积极参与中国改开事业。 去年松下性支柱还获得过中国改革友谊奖章。 伴随着海部郡树的访华,日本开始对中国展开第二次大规模产业转移,商务部数据显示。 1991年到2005年,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合同总计12452项。 总金额为301.76亿美元,占中国技术引进的19.62%。 2004年,日本以当年2219项出口技术合同超越美国,成为中国第一大技术进口国。 16年来,日本向中国出口的12452项技术涵盖重型化工设备。 汽车制造,商用钢铁。运输器械,有色金属。 电子制造业,家电,电子通讯设备等多个行业,说句老实话。 来自日本的产业转移,是中国制造业从低端走向中端的关键因素。 也为后来中国制造业全球扩张埋下伏笔,但我们也没必要对日本感恩戴德。 与西方式国家间的一切互动,都是以利益现行。 日本也从我们身上获取了不少的利益,即是双赢,无从感谢。 如果没有日本的产业技术支持,中国制造业升级至少要延迟10年,从美方的角度来讲。 若当时阻止中日走近,中国制造业未必有如今的规模。 进而在高端制造业又对美国形成压力,所以,这应该是美国认为的第一个战略失误。 第二个失误,2001年同意中国加入WTO。 01年中国入市付出了很大的代价,至于原因,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。 第一,得益于日本90年代的产业转移,中国制造业产能大爆发。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产品越积越多,中国急需一块庞大的海外市场消化产能。 第二,新增人口需要大量就业岗位,而加入WTO可以利用整个海外市场的消费潜力。 为中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,中国入市最大的阻碍是谁? 美国,WTO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官贸总协定,长期被美国所拔持。 关于是否放中国入场,美国一直争论不休,利弊非常明显。 有利之处,13亿人口,意味着13亿消费市场,可借入市为砝码,主导中国部分行业。 有害之处,中国不同于苏联,虽军事实力有天壤之别,但制造业基础太过于庞大。 8亿极具竞争力的劳动人口注入全球市场,很容易让交涉应益的美国人失业。 此外,如果中国凭借体量优势迈入高端制造业,美国当何以自处? 不过,美国人的顾虑很快就被打消了,21世纪之初的美国,以完成从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加金融服务业的转型。 其国家核心收入来源于美元霸权,金融服务,高端制造业及知识产权。 工人失业,可以转向做服务业。 而要向迈入高端制造业,必须要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先进制造业技术。 完全独立自主的先进制造业技术,别说美国人,连中国人当时都没这个概念,改革开放后。 但后来整个大环境却是,早不如买,中国差点丢掉毛主席时代的工业精神。 最典型的就是运十大飞机项目,明明成功在即,硬生生被美国卖到公司截胡。 还有秦山核电站项目,一群中国专家希望日本帮助审查秦山核电站的设计图置。 而日本人却以各种技术管制为审查条件,如日本提供的情报不能转用军事。 事后孟哥非在回忆录里愤怒地写道,须知1958年我国开发核动力研究时, 国际上对二次大战中战败国的日本和西德,在何能利用方面还在进行管制呢? 我不反对向一切先进国家去请教,但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。 而不应低人一等和养人鼻息。 毫不夸张地说,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制造业,除了体量大,技术方面别无是处。 像汽车这种最能体现国家制造业实力的产业,更是让国人一言难尽。 因此美国人得出三个结论。 第一,中国大部分的高新技术和工业产品出口,都由外国企业所主导。 第二,中国制造业高度依赖欧美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设计,关键元件以及生产设备。 第三,中国企业无法有效吸收先进技术并形成本土竞争力。 使他们不可能快速成为全球工业的竞争者。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,中国制造业未来50年都没有能力迈向高端产业链。 美国高端制造业霸主的地位不会因此动摇。 如果中国无法进军高端制造,则中美两国的经济将长期互补,美国霸主地位汉不可设。 有鉴于此,美国人最终还是同意中国加入WTO。 中国入市后,经济入脱江之马,一路快得不可收拾。 2010年,中国制造业产值全球第一,同时并垄断了全球80%的中低端制造。 得益于全球产业的利润,赚得盆满钵满的中国企业。 不仅自己自研技术,还以并购为手段满世界收割西方的先进技术及知识产权。 至此,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,正是加入制造业的高纬度战争。 从普通国家视角出发,美国的结论没有错,唯一错就错在,中国不是普通国家。 所以,放任中国加入WTO,是美国人认为的第二个战略失误。 第三个失误,美意识到2014年的转变,2014年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。 第一,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,中国正式超越美国,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。 以购买力评价计算,198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25%,中国仅为2.2%,2014年,美国占世界经济份额约为15%,中国份额约为16%,超出美国一个百分点。 第二,2014年的中国内外环境并不好,内部有产能过剩带来的经济压力。 外部有南海之争,钓鱼岛问题,以江山素纪上台所带来的中缅关系转变。 美国人认为,白宫纪没有及时认识到中美经济角色的转变。 也没有趁中国内外交困之际,向中国发难,所以这是第三个战略失误。 美国人认为他们犯了三个战略大失误,才导致中国的崛起,但他们从未思考过最深层次的原因。 他用自己造的纸头,换别人的食物商品的买卖。 是美国制造业流失的根本原因,和中国没有必然的关系。 即便没有中国,也会有别的国家从事这块工作。 有了中国可以进一步压低成本,而这本来就是美国人开始时候愿意看到的。 美国人的失误,仅限于没有料到中国借这个机会发展的远超它的预期导致失控。 今日之中国,再也不是西年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,任凭帝国主义兴风作浪,我自窥然不动。 这股底气,来自于伟大时代的馈赠,2019年的中国,恰逢建国70周年。 若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,70年,正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开始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